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要去追求音乐梦想 让他帮自己在高中请两周的假 这时威拉想到哥哥是转校生 没有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于是他找来自己的朋友 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男孩子 威拉想加入哥哥学校的足球队 在之后的比赛中打败自己的高中 随后他来到了哥哥的学校 住进了男生宿舍 但一切都不是很顺利 他古怪的讲话方式和习惯 受到了社友们的排挤 不仅如此 由于威拉不愿意脱衣训练 再加上体能都不如男生 被现任教练杀到了替补球员的队伍里 随后威拉叫来了自己的朋友 在队伍面前表演了一出 自己非常有女人缘的戏码 而这正是他们缺少的 于是迅速把威拉拉进了小团队 威拉还帮助队长杜克追求笑话奥利 他利用自己对女孩心理的了解 很快和奥利成为了朋友 而队友们也帮助他训练 威拉的技巧得到了提高 他的努力和进步被教练看在眼里 很快便成为了正式队员 而在和杜克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也发现杜克跟别的男生不一样 他很重视感情 这天学校举办节日 父母也来参加 为了营造出自己和哥哥都在 威拉不得已从男孩变成了女孩 让路人目瞪口呆 但奥利却喜欢上了男装的威拉 此时哥哥的前女友以为是奥利抢走了男友 三个人打在一起 当晚哥哥回来 奥利见得他吻了上去 这一幕却被杜克看到 他认为自己将威拉当朋友 威拉却抢走了他的女神 于是将他赶出了宿舍 威拉只好去闺蜜那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 闺蜜却忘记叫他起床 赶到足球场时 比赛已经开始 对足球完全不精通的哥哥 只好硬着头皮上场 在休息时 他终于换下了哥哥 但生气的杜克却始终不将球传给他 威拉一气之下 在众人面前摘下了假发 恢复了女儿身 甚至掀起了衣服 证明自己是女孩 但前教练却说 威拉不能参加比赛 而现任教练一把子撕碎了手册 表示在自己这里没有性别歧视 随后威拉得到了一次点球的机会 她用杜克教她的招式 打败了前男友 赢得了比赛 电影的最后 威拉也向杜克表明了心意 两人幸福的在一起